音樂 豆包鹼的部分 豆包從市場買回來 還是先過水洗一下 我們先準備醬料 然後這個 湯的部分就不要進去 芝麻的部分我們就一大匙 蓮藕粉就兩大匙進來 醬油一大匙 鹽巴一小匙就好了 胡椒的部分是一大匙 如果你不喜歡這麼辣 就可以斟酌一下 油一大匙進來 進來之後我們就把它拌勻 這樣就可以囉 我們準備一點點麵粉 放一點冷開水進來 等一下豆包捲捲好的時候 這封口用 所以要稍微有一點粘稠度 那千張它就是展開就是很大 所以我們要把它剪成兩半 那這樣等一下我們在包的時候 取一張就夠了 在捲之前先準備一個壽司的竹片 然後上面就放棉膏紙 千張放直的 海苔的部分把皺的放在外面 這樣子比較不會翻起來 那豆包就是直接把它打開 然後照著邊邊直接排上來 然後盡量排滿 好像這樣子整個鋪滿就可以放內餡 玉米大概一湯匙半左右就可以了 盡量把它鋪開 那攤開來的部分大概一半的位置 我們捲起來剛好這個是在中間 捲的時候手稍微擦一下 千張才不會弄濕 從千張開始抓起來 直接捲上來 盡量壓緊 那到最後的地方就用一點點麵糊 稍微封口就可以了 之後就拿回來 放在玻璃紙上 然後用玻璃紙直接捲起來 大概捲到這樣一半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竹片盡量把它壓死 這兩邊就直接捲緊 然後折下來就可以了 把這個折起來的地方放下面 等一下放到電鍋裡面蒸 我們現在已經都捲好了 那電鍋的部分先放三杯的水 放完水之後先溢熱 等它熱的時候我們再把豆包捲放進來 電鍋現在已經熱了 那就把剛捲好的豆包捲放進來 重疊沒有關係 然後在蓋鍋蓋的時候不要蓋緊 就留一點點縫 然後等它跳起來的時候 就要把它蓋緊 讓它悶大概四十分鐘到一個小時 剛剛電鍋跳起來 已經悶大概半個多小時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取出來 放冷之後再切 豆包捲放涼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打開 打開的時候稍微小心一點 然後就可以切 這樣我們就可以上菜了 1 2 1 3 3 2 2 3 2 4 7 感谢观看